噴藥房登革熱電話一到 就得接受通知 但衛生局卻闖大包 民眾頗望控訴 養了13年的貓兒子突然去世 急診跟辦後事期間 衛生所瘋狂打電話要來噴藥 因為姐姐疑似登革熱 早上通知下午就要噴 狂催惹民怨 電話一直來一直來 好了嗎 好了嗎這樣子 狂打二十幾通電話 讓控訴的小姐差點崩潰 你們這樣到底是想要逼死誰 哪有人早上說要來噴藥 現在就馬上過來的 別人都不用做事情嗎 別人都不用處理事情嗎 心愛的貓兒子心臟病發 忍痛選擇安樂死 葬禮程序都還沒完成 就被迫配合噴藥 沒想到還有後續 衛生所說改成明天 民眾都準備好了 又打來說檢驗結果是陰性 民眾欺詐抱怨超擾民 連跟貓兒子最後的時間 也被曹操了事哽咽哭訴 也是很生氣 因為我真的是到那時候 我大概已經快四十個小時 我都沒有睡覺了 我都在弄 沒確診就要噴藥超烏龍事件曝光 網友狂酸高雄真的噴瘋了 噴的不是藥 噴的是讓你覺得政府有在做事 此案例以盡量配合當事人需求 延後噴藥時間 造成困擾 感到抱歉 於寵物離別正是傷心時刻 又遇上登革熱來攪局 搞得家裡兵荒馬亂 最後居然是烏龍一場 任誰都無法接受 記者蔡五言死過一針 高雄報導